大家好,我是刘姐 大白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蔬菜了 平时我们都是炒吃,炖吃,或者是做馅料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把白菜放到锅里蒸一蒸 出锅就是一道大硬菜 招待客人备有面子 营养美味,老少皆宜 想学的点击屏幕上的有用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今天花了三毛钱买了一颗大白菜 我们先把大白菜的根给它切掉 再将白菜叶子一片一片的掰下来 接下来准备一瓶清水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搅拌化开 再将掰好的白菜叶子放入水中 用手按压一下让白菜在盐水中浸泡10分钟 让白菜完全的浸泡在盐水中 白菜虽然是重新往外长的 但是在生长的过程中 不免会落有灰尘和滋生的虫软 我们用食盐水浸泡一下 可以把白菜清洗得很干净 加入食盐呢 还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下面我们准备一点小料 准备一颗大葱 把它对半划开 再切成葱花 再准备一块生姜 先把它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丝 最后切成姜末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五块钱的猪肉 猪肉我们最好选择这种梅花肉 这种梅花肉吃起来口感更香 先把它切成小块 再改刀切成薄片 再剁成肉馅 肉馅我们最好选择用刀剁 这个肉馅用的不太多 剁的也比较快 而且用刀剁的吃起来口感比较好 不过先麻烦的 也可以用绞肉机把它搅成肉馅 剁好后把它放入碗中 把切好的葱花姜末也放进来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白糖提鲜 一勺鸡粉 一勺胡椒粉 两勺生抽酱油 一勺老抽上色 一勺蚝油提鲜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划开调料 让肉馅充分的吸收调料的味道 随着一个方向搅拌 搅拌肉馅上色 上劲 接着往里面再打入一颗鸡蛋 用筷子继续随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加入鸡蛋既能增加营养 而且吃起来口感更加的鲜嫩 搅拌至肉馅完全的把鸡蛋吸收 往里面再淋上香油 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继续搅拌均匀 淋上香油既可以增香 又可以锁住肉馅的水分 鲜味 搅拌均匀 我们的肉馅就调好了 水嫩水嫩的 非常的抠坦 白菜这会儿也浸泡好了 把白菜叶一片一片的清洗干净 叶子白菜帮都要给它轻轻的用锁擦洗一下 特别是白菜帮 白菜帮上面有一层黏膜 一定要给它清洗掉 洗净后控水捞出 再用清水再清洗一遍 清洗干净后控水捞出 放在菜框里沥水备用 锅中水提前烧开 往里面淋上几滴食用油护色 再加入一勺食用盐 入一下底味 用勺子搅拌均匀 化开食盐 再放入白菜叶 白菜呢 我们先将白菜帮放入水中 焯烫半分钟 然后再将白菜叶子全部放入锅中 再焯烫一分钟 把白菜烫软 一分钟后控水捞出 放在菜篮里沥水备用 不烫手的时候 取一片白菜叶 把它放在菜板上 在白菜帮的这一头 放上肉馅 两边对折 再卷起来 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白菜卷 就卷起来了 这个做法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卷好后 把它摆放到盘中 蒸锅水烧开 把白菜卷放到蒸屉里 盖上盖子蒸10分钟 这里一定要开水上锅 10分钟后打开盖子 哇真的是太香了 满屋都是白菜和猪肉的香味 把它小心的取出来 再淋上一勺蒸鱼此油 撒上提前清洗干净的枸杞 葱花 再淋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哇真的是太香了 这样美味的白菜卷就做好了 白菜又名百柴 寓意吉祥 柴圆滚滚 这样做的白菜卷 过年过节的时候 做上一盘 讨个好彩头 平时招待客人 做上这么一盘 也是备有面子的 白菜包裹的肉馅 嚼而不腻 鲜香又美味 好吃解馋 下酒又下饭 今天的视频就非常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 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